好 主播觀眾 科技執法上路之後 您有沒有不小心收過罰單呢 那麼目前呢 全台灣其實很多的民眾都在抱怨 其實在科技執法上路之後呢 是收到了非常多的烏龍罰單 那麼現在的地點呢 就在這個新北市的關渡橋前 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一抬頭 就可以開到一個科技執法的照相機 那它主要抓的是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這個地方 對向車道呢 就有劃設雙白線 而你只要不小心跨越雙白線呢 或是開在雙白線上 你馬上就會吃上罰單 而就是因為這樣的規定呢 其實在經典度的上半年 在這個路段 就已經開出了兩萬一千張罰單 數量可以說是相當的驚人 那也是新北市之冠 但是有很多民眾在抱怨啊 其實像是這樣的一個科技執法路段 在全台灣呢 都有一些烏龍罰單的狀況發生 甚至在一些這個縣市呢 民眾申訴之後呢 這個撤單率呢 是高達百分之二十 那麼對此我們詢問的新北市警方 光是在新北市呢 他們其實在開單上 會碰上以下的幾種條件 因為像是可能晚上的時候 視線不佳 導致車牌被遮擋 或者是呢 在行駛中這個車輛過遠 或是車牌有被遮擋到的情況呢 都會影響到這個 遠景的審核的一個狀況 那麼對此呢 新北市警方也表示 將來在審核上的時候呢 如果說車牌有被遭到阻擋 導致這個辨別不清的時候呢 他們都是一律不開罰的 以免誤判來擾民